看一下课前问卷我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可能会分成大概入门跟进阶部分 然后待会会说明一下 到底会讲这些课程内容 大概涵盖的面向有哪一些 那你需要做哪些练习 然后呢 所以第一个我会希望说 了解一下大家的学习需求 包含就是说你的行业别 你的background大概让我了解一下 你到底为什么需要学会这个工具 Python 然后呢 Excel VBA 这部分的需求大概让我 比如你是金融业 金融业的话 你就是大概填一下 或者你是可能是哪个行业别 简单叙述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的电脑程度让我知道一下 你是不是已经会写程式了 如果会的话 你就填高阶 如果你只是简单会一点点Excel里面的函数的话 也许你就学一些选进阶 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你就选 知道我要了解一下你们到底程度落在哪里 这样我上课起来的话 我也比较能够抓到一个中间值 OK 如果大家都全部选高阶 那当然很OK 我可以就是课程的进度可以稍微加快一下 如果大家都会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主要的这个进度的话 我向前推进 那你希望上课以拿温为主 大概我会有列出几个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其他 比如说你希望学再更进阶的 比如说这边没提到像什么深度学习 记忆学 不过我想这个又是后续或AI人工智慧 或者物联网 如果没有提到 不过我想因为这门课定位还是比较属于入门 所以我没有把它列出来 OK 如果你当然你未来如果要延伸性学习 至少你要把基础学好 那选课动机等等的 另外的话我上课会把影片录下来 所以你把email留下来 我第一次上课也会寄一个email给各位 然后呢之后怎么办呢 之后的话呢 我会在我们的下面这个连结 档案下来里面的话 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呢 教学论坛 那一样我们这个课程会开一个论坛 那这个论坛的话 如果你有加进来 我会把每一次上课的影片呢 都放在这个不公开的论坛里面 那我们同学也是上课同学才能加进来 那我会把影片直接就转传给各位 你就可以每次上课 你不用担心说你听不懂 没关系你可以把它再复习过 OK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请各位待会呢 如果你问卷填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再填什么呢 填刚刚我讲过的那个连结 区区点区区 后面的话呢斜线 上面的这些东西 那包含就我刚刚讲教学论坛 如果你将来之后还要再加的话 你就直接从这边自己 自己怎么样 申请这个会员资格 那将来我会把影片 放到这里 你就可以收到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相关的课程规划 这边有提到 然后还有像我们将来会用到的环境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个懒人包 那这个懒人包什么作用 因为呢 Python跟VBA 这两个是不同阵营的工具 那 Excel是属于微软 它是属于商用软体 也就是说你是要花钱去买的 所以它什么都帮你准备好了 但是Python的话是属于自由软体 什么叫自由软体 就是说你没有花半毛钱 所以呢 你大概不用 不能奢望说它所有东西都帮你准备好 所以怎么办 你必须要自己把环境建置起来 你就没办法像什么Excel这么方便 Excel里面的话你就打开Excel 以前就教各位开启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没有制定功能区 开发这个开发人员打官确定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写VBA了 但是Python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你有花钱的 但不是你花钱的 学校有花钱 去买它的版权 授权费用 但是可是Python不一样 Python是自由软体 你没有花任何钱 就有点像自助餐的概念 这个像餐厅会有waiter 帮你做服务 Python的话变成说你要自己来 可是问题 自己来的话你要花非常多力气 才能把Python环境给建置起来 我担心一件事情 可能这个地方太花时间 所以我想了一个方法 叫懒人包 应该各位都知道什么叫懒人包 懒人包就是说 反正我已经帮你 基本上已经都帮你包好了 你只要怎么样 第一个你只要会按右 你只要懂得下载 然后解压说 再设定好 就可以开始写Python 这个是我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否则的话 之前光要讲这个环境要怎么设置 实在太花时间了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 我们先可以写一点程式 那至于说如果你对于 怎么制作懒人包这个有兴趣的话 当然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也会有做说明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怎么做的 云端白板里面 这边就会有类似这样讲义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是第一个讲义 就是第一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 第三个单元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今天至少要完成什么了 完成所谓的Python的环境建制 至少能够让这个城市可以run 那我这边为此 我也写了一个部落格文 如果你们想要更完整的了解的话 这边有更详细的说明 不过因为我想有些东西 如果想得很细的话 可能会物此事彼 所以有些东西 我想你们自己再花一点时间去看吧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留多一点时间 可以讲多一点的课程 OK 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 这边有提到 其实Excel 其实对大家来说真的太方便了 为什么 你可以发现 你这个时候就开始写城市 按右键插入模组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写你的module 你可以开始在这边写VBA城市 但是Python 很抱歉 没有这么方便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只要去下载懒人包就可以 你可以从这边下载 或者你可以从哪边 从云端上面的安装环境 记得找到那个懒人包 打开来应该是2019的 请你把这两个档案下载下 你可以按右键下载 或者是点它两下 这边有个下载 好反正就下载就对了 下载完之后的话 在下方会出现这两个东西 那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两个东西怎么样 把它下载完之后 再把它剪下来 放到滴滴里面 这两个我已经把它下载到 我刚刚已经下载过了 我就把它剪下来 直接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滴滴 这一个跟这一个 这两个 它是压缩档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 没有安装解压缩软体 有内建的 所以待会请各位下载并且放到低跌 OK那为什么放低跌 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 C跌会还原 所以如果你下载之后 没放低跌的话 那下一次就不见又要重买了 那如果你放低跌的话 下一次就可以直接开低跌 直接就可以开始写程式 不会受到影响 那要怎么做呢 下载完之后 下一个步骤 懒人包 请记得你把它按右键 解压缩全部 或者说你电脑里面有装个什么 RAR或者是7DIV 反正就解压缩 解压缩到根目录就可以了 那我们解压缩全部 那记得 它这边会多一个目录给你 就是说 因为我希望解压缩的话 不需要再多一个目录 所以你直接解到低跌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解出来到低跌 然后把它解压缩 刚已经解了 所以打开来 这个有一个解好了 另外这个还没解 按右键解压缩全部 那一样 待会 因为我不确定你们电脑 应该跟我一样 如果没有装的话 你就不用再多一个目录 否则它会变成说 目录里面又一个目录 变两重目录 OK 你就把那个目录名称删掉 然后解压缩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只要解完之后 那基本上我们环境就产生了 那接下来就做什么 做设定就可以了 设定完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拍成程式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 那至于说 这个懒人包怎么建立起来的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部分 所以第一个 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帮我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课前问卷 VBA 少一个2 2 VBA to Python FORM 然后再来做什么 档案下载 下载的话 记得先帮我下载什么 下载这个安装环境里面的懒人包 这两个档 并且解压缩到低碟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